清平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 在这长期的奋斗中 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 从没有奢侈过 经手的款项总占数百万元 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 是一点一滴都用之于革命事业的 这在国防的伟人们看来 活死其境 或认为夸张 而矜持不苟 舍己未攻 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没得 所以 如果有人问我 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 那我 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 就在我被服的那一天 一个最不幸的日子 有两个国防兵士 在树林中发现了我 而且猜到了我是什么人 他们满肚子热望 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样 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 这一类的东西 发个意外之彩 哪知道 从我上身摸到下身 从凹岭 捏到袜底 除了一只石表 和一只自来水饼 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 他们于是被激怒了 猜疑我是把钱藏在哪里 不肯拿出来 他们之中有一个 左手 拿着一个木饼榴弹 右手 拉出榴弹中的影线 双脚拉开一步 做出要抛制的姿势 用凶恶的眼光盯着我 威鹤地吼道 赶快将钱拿出来 不然 就是一炸弹 把你炸死去 哼 你不要做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 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存 想从我这里 发羊彩 是想错了 我微笑着淡淡地说 你骗谁 像你这样 当大官的人 会没有钱 拿榴弹的兵士 坚决不相信 绝不会没有钱 一定是藏在那里 我是老出门的 骗不得我 另一个兵士一面说 一面拱着背 将我的衣脚裤裆 过细的你 总期望着 有新的发现 你们要相信我的话 不要瞎忙吧 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党管 个个都有钱 我今天确实 是一个铜板也没有 我们革命 不是为这发财 我再次向他们谨慎 等他们 确实在我身上 搜不出什么的时候 也就停手不搜了 又在我藏躲的地方周围 低头注目 搜寻了一番 也毫无所得 他们是多么失望啊 那个持弹欲放的兵士 也将拉着的引线 仍旧塞进 榴弹的木柄里 转过来 抢夺我的表和水笔 后来 彼此说定 表和笔 卖出钱来 平分 才算无话 他们用怀疑 而又惊异的目光 对我 自上而下的 忘了几遍 就同声命令 走吧 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 有没有一些财产 请等一下 让我想一想 啊 记起来了 有的有的 但不算多 去年蜀天 我穿了几套旧的 汉挂裤 与几双 缝上底的线袜 你交给我的漆 放在 深山雾里 宝藏着 怕国军进攻时 被人抢了去 准备 今年蜀天 拿出来再传 那些 就算是我 唯一的财产了 但 我说出 那几件船事宝来 岂不要叫那些 富翁们 吃冷三天 清贫 洁白朴素的生活 正是我们革命者 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1935年 5月26日 写于求是 观看 互联系